我們看到對面的井,我們單槍匹馬,一個一技能加速,二技能瞄準大招下去,出發我們的惡魔覺醒,把對面的井直接收掉,我們這裡直接做到一個單殺 現在我們看到對面銀咒直接大招下去,一個二招直接把他身上的藍BUFF拿過來 這裡看到對面蝙蝠俠直接出發惡魔覺醒,把他藍BUFF直接收掉 本節目沒有人贊助播出 嗨,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我 這次帶大家,這個,搖求已久的收繃堡的實戰解說 這次還用上了極光的限定造型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請先訂閱,要不然就失了一個叫你上s的方法 做個小統計,如果你是打過爺的話請在下方點個贊 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或其他英雄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条路那个英雄的名字 那我尽量说那英雄啊 或者是那条路是在街上给你看 那这一把呢真的超逆风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苏呢已经被对面收掉 那重要的不是这里 重要的是这一把呢 我们先拿来打野之后呢 也有小兄弟拿了这个 莫拉想要打野 那这时候对面呢 这个锦呢也想来反我们的这个 好不 那其实不用怕天气啊 那因为我们还有制裁 那苏这个时候说 可以直接投了这位小兄弟 那其实绝对不用啊 双打野 那就那就双打野啊 那就这样没所谓啊 对我们尽量玩好自己 尽量玩好自己就好 对对对有 如果有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玩法 或者是一些打法的话 没所谓 我们尽量也是做好自己 节奏自己带好 那这里呢 我们下路两位小兄弟都残血了 那在这里我们尽量呢 前期不要先跟对面这里 影响 莉莉安呢 在前期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再加上我们这里 根本就还没有上大老师的 因为我们的 红区呢 是莫拉在拿 那他拿了之后 我们基本上这个 其实 刀风宝贝的很节 节奏感很重要 在前期上市等之前 那里呢 要很快速的刷上市的 那如果自己家的这个野区呢 这样被自己队友拿出呢 那就很容易 让整个节奏带乱 不过没所谓 我们还是尽量把这节奏带回来 这里我们直接开启古龙 要知道魔龙这时候 我们是拿不了的 我们这种阵型的话 魔龙是拿不了 那换 学代就是拿个古龙 那这里看到两位小兄弟 可是 自相的在抢这个 我们自家的这个蓝buff 那就 留他吧 随他吧 虽然蓝buff对于 我们的刀矿来说 还是有一点用途的 这个冷却缩减了 那这里我们这一把呢 出到一个 大家很久没有看见 或者是根本没有看见过的 一种出装 我们出一个超坛的 坦装 超坦的坦装 超坦的刀锋宝贝 这个刀锋宝贝呢 有些小兄弟会出打野刀 有些小兄弟会 以前是双烧流 那双烧流其实 你说坦嘛 他也是要他那个 被动而已 那这里我们这一把呢 就 这里前期呢 如果在 你看上路已经崩了一个坦 那其实也不能再 不能再这种打法了啊 对面人头消很多 如果我们即便刚只继续进场的话 进了也是冲突 对面的蝴蝶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而且还是很健康的一个状况 那尽量的先把兵线整理好 先多多发育 那对我吵架的这种事情 通常都不用太理了 看到这个下路这里 射手有集结呢 像这种二打一的状况呢 就可以尝试的打 那 可是 蝴蝶也 遭旧了 蝴蝶还是不在的话呢 还不没有 刚刚没有他的视野的话呢 还是 就选择 先不要进场 如果看到 蝴蝶如果回到中路的话呢 就可以进场 那这里我们极限呢 就逃脱了使用我们的技能 对面包夹我们了 那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进场的机会 可是对面营州这时候赶过来 我们即便开启全部大招呢 在这个时候 也是超级逆风啊 打出我们的这个死神之诱 然后 成功的 极限逃脱了 那这里我们呢 在出这个鞋子方面呢 也是照样出这个 物防蟹 有些小春天会想 要不要出个魔防蟹 大家你看对面阵容 像这把对面的这控制就不多 对面这个蝴蝶二技能控 或者是你飞累的话 我们选刀锋啊 尽量都不会去切它 我们去切什么 去切这个颈 颈这种英雄 颈或者是对面的这个 蝴蝶你也是可以切 或者是对面的 这个蝙蝠之类的英雄 那对面这一把呢 也是拿了一个双刺客 不过啊 对面这种的双刺客 是绝对的 合情合理的双刺客 因为的无论是营咒 又或者是这个蝙蝠也好 都是打辅助 经常拿来用的这个角色 尤其是你看到这个 最近营咒多 以前就这个蝙蝠多 那这里我还是不断的进行发育 先不要太过那么冲动 毕竟现在还是真的 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进场 那再加上这种阵容的话 就不要慢慢人 又打起团战来 根本我们有 首先我们控制 只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爱里的大招 还有莉莉安那种 也是算是控制 不过 真的没有一种 硬控的那种角色 那所以不能够太过 太过凶 那这里我们 真的要追一下 我们莫拉拔打残之后 我们这里必须要追 因为我们的跑速是非常的快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用一个大招 把对面这个 呃 克里希直接收掉 那 那这里我们看到 刚刚的这个小营咒啊 在这里 那我们直接一个大招 二招把他人都直接收掉 顺便拿了这个蓝牌 那队友拿我们加蓝牌 那我们呢 就拿对面的蓝牌 那两拳其美 也是可以 现在我们直接出第三件装备呢 直接出一个这个 这个钢枪啊 因为钢枪的这个被动呢 搭起我们啊 这个火甲的被动还是蛮好的 那再加上这一把又是没有一个 呃 前排的一个玩 这一把真的是没有一个前排都没有 除非你让艾里去 可是艾里的这个小兄弟出装 也不是说特别坦 所以我们等待一个进场的机会 那没有进场机会就不要不要进了 不要硬 就是硬要进场 那那种的话就可能自己就很容易掉 这里靠营咒我们直接一个二级 呃一技能先加速逃脱 那这里的话呢 就大家很多小兄弟可能会想 啊 这里是不是可以把对面这个射手收掉 那其实真的不要紧 一进场营咒 还有蝴蝶也没有看到蝴蝶在在那里 一进场的话 两个这个蝴蝶或者是营咒都可以直接把你收了 那我们把对面这个射手收了之后 可是我们换取之而来是我们自己蝴蝶在身上 要掉下去对面 啊 那这种进场的话 无论队友怎么说你的话 玩好自己的节奏 啊 然后我说 没没造型玩什么莫拉这个 就 他就有点有点这个 逗趣的感觉 啊 不过所以 通常这种 在游戏的时候 你 大家如果现在在玩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啊 就是 就是我会看 看这些对话 其实在真的打游戏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不太去看 除非是 除非是一些有用的一些 资讯 那 要不然的话呢 我尽量都 打好自己的这个 节奏 那这里看到终于我直接 滴滴暗游残血了 那 营咒这个时候在这里 那 这个小野怪要拉过来的啊 不要那么的凶啊 往前的直接想要砍赢走啊 那 现在呢 经济就慢慢起来了 我们的这个刀工 而且呢一些啊 蛮好的装备呢 已经出来了啊 这个 大的打野骨啊 还有这个 我们的鞋子啊 再加上钢枪啊 这种装备 那这里先等这个 这个 蝴蝶哦 然后我们呢 看会有进场的机会 可是他直接的穿墙顺移 那我们还是等一下 好 那 队友这时候把他错了 说我们就不要加练战了啦 然后呢 再极限一个逃脱 所以一技能 大家如果玩这个 刀工的话呢 一技能必须要练好 多多的扣着这一技能 除非你是要追击 那不然的话不要乱找 因为这是你的保命招哦 那 这里看到对面的蝙蝠 我们想要不要上呢 因为他的这个蓝量 已经很 很低 不过 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面人头小太多了 不要猫猫然进攻 把这个兵线整理好之后 就差不多要走了 那 这里呢 我们也 这个魔龙呢 是可以拿的 如果对面的克里希 再往上一点点的话 就不要拿了 因为呢 呃 对面如果一发现这件事 也可以看到了 对面的话呢 可能会过来包夹这条龙 那 我们这里看到 中六集结的话呢 先把这个兵线整理 看到蝙蝠的标志 我们还是继续的整理 因为我们这种出装的话 蝙蝠可以秒全队 就是秒不了我们 倒不如把他 让他把全部技能 灌在我们身上 顺便把这兵线整理 那他讲完技能 基本上就要死了 因为我们队友 都在 有两个队友在隔壁啊 那这里我们持续的 这个清理兵线 那 像我们这种出装的清理兵线 是十分的快的 比起你 如果你出全肉装的话 全 呃全 呃工装的话 都没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不过我们这种半坛 肉装的话 我们的冷却很高啊 冷却缩减很高 我们的 江枪一出15% 再加上我们的火甲清兵线 一技能加速 然后之后 我们还可能会出一个这个 德鲁伊 德鲁伊出了之后 又跑速度增加 不断的清兵线啊 然后呢 不断的支援 这里看到中路集结 我们一个大招上去 把对面的这个 蝙蝠侠人 直接收掉 然后把兵线 直接整理到对面中路塔 让这个对面的井 来自己清理 那 再之后出装呢 你可以选择出 一个 王者之剑 又或者出一个 天从云之刃 这两种出装都是 呃可以的 那 有建议对面的这个 弹度呢 比方说这个 飞类啊 这种英雄 还是蛮高的 那你可以选择出 天从云 那如果你说 呃 呃 这把 就只监督对面的 这个 这个 或者是这个 克里希 那你就出个王者 那出王者 除了能够 让你 这个大招啊 打上去通啊 一技能打上去通啊 二招打上去通之外 可能大家只会注意到 技能打上去 通往普攻打上去 其实呢 你的这个 呃 火甲的这个被动的伤害呢 也是会增加的 那 对我不断的在打团战的时候 其实兵线呢 是急需要去整理的 那 不过这把呢 你 这种事情呢 这种事情呢 如果 要是 呃 呃 玩得好来说的话呢 玩得很好来说的话 其实应该是在爱里来做这种事情 会比较好 因为他 即便我们是刀锋啊 他比我们呢 还会要三段位移的这种 不断的去切线 跑线的一种能力 那这注意的是呢 这一把呢 拳的拳角这么逆风呢 前期又这么逆风 输一只这个 啊 被收头啊 现在刚又被收头了 可是我们还是打到一个302 很保守不过 很好的一个战技 啊 像这种阵容就不能打得太接近了 打得保守一点 让自己整队呢 稳稳的赢 那就可以了 KDA这种事情我们也不追求 像刚 打团战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 呃 参一脚我们就可以拿 一大队助攻啊 或者是收头啊 之类的 我们没有 必须要 对我们都有收不掉的头 我我我我才去选择去收啊 又 或者一些 呃 有机会的像 这种 我们直接 塔杀满血的极限 就直接把对面这个井啊 秒掉 的一种玩法 那如果是没有这个 什么需要我们进场的话呢 把兵线整理啊 把塔退掉 那更好 KDA这种事情 呃 反正 也不太追求啊 为了团队赢的话 那就更好 这里我们先 优先呢 去蹲一下这个 因为红区 我们知道差不多要出生了 那可是呢 我们看到对面这个菲类呢 必须要由我们来收 没有 没有队友能够把他收掉 输呢 如果有加起这个 香的话呢 那就让他来 可是 要考虑到他这个 准程度啊 那这里把 对面的这个中路高地 也拆了之后呢 那就 七七八八了啊 基本上啊 我们这里 对面 我都有打 打去对面塔内啊 这个有点 有点狂了吧 这里把对面这个 呃 赢咒 收了之后呢 先打塔 把这个对面的主炮 拆掉 赢咒这场回程里 感谢收看 我是Metim的我 喜欢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哦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